少女时代应该算是寒流的一个标杆了,十几年了,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,算是知名度很高的啦。 并且,比起之前那些别的团队什么的,少女时代应该算是很幸运的一个组合了,至今都没有解散。 但是,郑秀妍当初被迫退团,应该也算是很大一个遗憾了。 郑秀妍除了唱功不错之外,长相也是很好看的,穿着这么花的裙子都这么好看,可以说是真的很女神了。 这样的裙子真的是很难驾驭,颜色和图案都是极其花的那种了,稍微穿得不好看,都是会显得很大妈的。 但是,郑秀妍完全可以驾驭,一头泡面卷搭配着这样的衣服真的是很不错了。 最主要的是,这张图片还是在没有滤镜的情况下,身材和颜值是真的很抗打了。 如果不是颜值撑在这里,这样一套真的是会很大妈的。 郑秀妍参加活动也是不会忘记很俏皮的玩着小风车,真的是少女心满满了,摆着的裙身配上一根细腰带,腰身厉险。 郑秀妍真的是可以用肤白貌美气质加来形容了,她的妹妹郑秀妍也是这样的,真的是不知道这两个人的基因是多么的完美。 驾驭性感风格郑秀妍也是不在话下的,细吊带搭配紧身裙,下身是鱼网袜,整个人都是很性感的。 在演唱会上真的是非常的吸睛了。 除了性感风格,这样邻家日常风格也是郑秀妍完全可以驾驭的,清新的图案搭配浅浅的颜色。 不过,上半身略胖的话千万可不要这么穿哦,稍微会有点不显身材。 郑秀妍从性感,小清新再到女人味都是完全可以驾驭的,简单的白色T恤配上一件吊带的光面裙。 慵懒而自累的感觉,是今天很流行的一个搭配。 虽然夏天已过,但明年夏天估计也还不会过时,大家可以参考的。